康康在5年前遭到某文創公司 以開演唱會為憂 詐騙將近500萬 事件經由多年調查 嫌犯終於在日前落網 康康也到警察局去做筆錄 當時警察開心對她說恭喜 讓她在心裡竊喜 如果被騙的錢能拿回來 沒想到警察是跟她說 她被詐騙的金額 是受害者之中最少的 但她有點哭笑不得 康康也表示雖然機會很低 但也是很希望錢能討回來 因為她最近準備要開演唱會 談到這件事特別有感 笑說其實一場演唱會 頂多才占100多萬 結果怎麼一被詐騙 就被騙走500萬 實在是很誇張 不過也還好有抓到嫌犯 希望不要再有人受騙啦 我一直在晃 希望對新的地步 相 Bij的